修正HP Smart Tank 670、720、750、790、6000、7000、7300、7600 印表机系列的禁止问题 如果您的印表机在列印工作期间没有取止或禁止 并且您收到装入纸张或纸夹没纸讯息 或者Attention、注意和Document、文件、指示灯闪烁 则表示印表机可能遇到禁止问题 禁止问题可能是因为使用撕裂、脏污、卷曲、皱褶或弯曲的纸张所导致 请仅使用符合印表机规格的全新、干净和高品质的纸张 如果印表机具有禁止夹 请将纸张宽度导板向外滑动 然后从禁止夹取出纸叠 如果是具有ADF及自动文件禁止器的印表机机型 将纸张导板向外滑动 然后从ADF中取出原稿 检查取出的纸张 然后取出任何弯曲、起皱、撕裂的碎片 或者尺寸或类型不同的纸张 检查净纸匣内是否有任何阻塞物 并将其取出 即使是小片的纸张 也可能会造成禁止问题 用双手握住纸叠 然后将纸叠边缘轻出在平坦的表面上 让纸叠各边都对齐 若印表机具有禁止夹 请将一叠纸插入禁止夹 然后向内滑动纸张宽度导板 直到接触纸张边缘为止 如果是具有ADF的印表机机型 请将纸叠插入ADF 然后向内滑动纸张导板 直到接触纸张边缘为止 确认装入的纸张与印表机软体 HPSmart应用程式或印表机控制面板中的 纸张大小和类型设定相符 取纸滚筒上可能累积了灰尘 纸张纤维或其他碎屑 因而造成禁止问题 清洁禁止夹或ADF中的纸张滚筒 若要清洁滚筒 请准备好布起毛续的布 以及蒸溜水或过滤水 若印表机具有禁止夹 请关闭印表机电源 拔掉电源线和任何其他缆线 拉出禁止夹 拉出出纸夹 查看指甲位置的间隙 找出灰色的橘子滚筒 用蒸溜水沾湿长条棉花棒 然后挤出多余的水分 将棉花棒压住滚筒 然后用手指朝远离自己身体的方向转动 施加适当的力道以清除灰尘或污垢 重新插入出纸夹 重新插入禁止夹 让滚筒静置10到15分钟晾干 插入电源线并连接任何其他缆线 开启印表机电源 若是ADF机型的印表机 请从ADF指甲中取出所有纸张和媒体 掀起ADF护盖 检查ADF内是否有任何阻塞物 并将其取出 即使是小片的纸张也可能会造成禁止问题 将不起毛续的布以蒸馏水沾湿 然后挤掉多余的水分 将布按压在ADF内的滚筒上 然后用手指向上转动滚筒 施加适当的力道清除所有灰尘和污垢 关上ADF护盖 将原稿重新装入ADF 然后滑入纸张导板 直到接触纸张边缘 重设印表机 以从印表机错误或故障中复原 在印表机电源开启的情况下 拔掉印表机的电源线 从电源插座拔掉电源线 等候60秒 将电源线重新连接至墙壁插座和印表机 注意 HP建议将印表机电源线直接插入墙壁插座 开启印表机电源已完成重设 如果问题继续存在 请将印表机送修 按一下YouTube上的播放清单 左影标签可找到其他语言的HP影片 然后搜寻我们的频道 以找到官方HP支援影片 右下均打开启的 让台队设音声 再次听到羅亚 我将提供说 关键的影响 好 好